七人七月 日時趣聞 欺人欺語 日時趣聞 我想起何時參考廣西 刚刚跟师傅局和师傅在那里聊天 他就问,河车,你们最近有没有踩气 他说,我一头雾水 我问他有没有踩气 他说,踩气也是这样的,我不明白 后面回去问一下,他叫踩气是什么意思 有些叔叔说的 他们说,羊姑说踩气,就是排气的意思 排气也是踩气的 原来旧时,传统的业绩,那些气班是没有排气的 不用气班的,不用排气的 拿着个提纲,耿曲耿白的,不用排气的 出到去,肯定撩夜当座,富炭省,老皮,幼妙,锁丹茶 肯定有几句曲的,不用排气 一年还有,现在做几个气的 你是小生的做那些,你是母生的做那些 是吧,小母,平桂别妖那些 肯定是那些气的,所以不用排气 到后来,新的人来接,或者新的气 你要排气,就不会排气的名字 排气这个名字是什么呢 有话剧进入来以后 有导演才是,才说,要排气 又分彩排,又分响排,又分总排 不是,几个粒这么多排,我就没有了 为什麽这个排气叫行位,就是行位 行位是根据前人,老官是这样做的 我顶他的位,他走那里,我就走那里 他踩去那里,我就踩去那里 其实是,舞台调到,就踩回那里 所以那些不懂的人看,就说,哦,他们在踩气 所以踩气,就变成排气 这些是历史名词,真是很舊很舊 都连我都不懂的,你想想,对吧 但是,它是粤剧历史来的嘛 所以,粤剧传统,戏与戏人 有时听下历史,温固而知身 拜拜